高雄市區在昨天8號傍晚開始 有民眾不少人反應 有聞到一股焦臭味 而從北到南都有人聞到空氣品質 同樣也是紫爆一片 而現在結果發現了 原來禍首就是在台南歸人的一處農地 由於下午5點多這裡傳出大火 加上吹北風 位於下風處的高雄市區 才出現弥漫性的臭味 而火勢也在晚間9點32分 順利被撲滅 烈焰冲天 大量白煙不斷往天空窜 台南歸人這處農地 下午5點多傳出雜草火警 這火不只燒到9點都還沒撲滅 連10公里外的高雄 也聞到這股濃濃的燒焦味 就是很像那個柴火 那個燒柴的味道 像燒木材那種 有燒東西的味道 為什麼那個燈照下來會 這樣萌萌的 環間7點多從至高點 往高雄市區看 一片雾茫茫 北高市區瑞峰夜市巨蛋 籠罩在一片空屋中 八點鐘的監測數值 還顯示高雄市區呈現紙報 環保局發現不對勁 進不調查 結果發現破手 竟然是台南歸人這處農田 由於下午5點多 這裡有雜草大火 燃燒面積高達8公頃 加上吹北風 農煙才會一路往高雄 崗山 男子左銀飄散 一場大火造成台南高雄 籠罩空屋中 台南除了派出六個分隊 道場滅火之外 高雄也派出水庫車前往支援 環保局提醒當地民眾 盡量不要外出 出門的話也要戴上口罩 做好自身防護 接著楊華胡幫鬆 HL組綜合報導